好 我們學生真的很會分享見證 好 丁姐妹 皮乾很高興又在 我想我這一年應該是第一次回娘家嘛 所以我今天帶了我UP的人也一起回來 來 站起來一下 好 請坐 有一些新面孔 那有一些人為什麼沒來呢 有一些人被困在台東 我昨天也差一點 我這幾天也被困在台東 我昨天是冒著生命的危險 跟思青傳到走梳花很大膽 因為我們火車都停死 所以我們兩個就開車啦 就是走梳花這樣子 我覺得神也很保守我們 一路上都很通常 然後車輛非常少 也沒有落實 非常的平安 很感謝主 然後走到一半貼物牧師打電話說 你們現在在哪裡 就是我們現在在梳花 一半走到一半 他也很擔心 所以我請他為我們禱告這樣子 很感謝主啊 我們就很平安的回到這裡 所以我們有一部分的人 現在還在台東 好 我回不來 他們沒有像我一樣 有信心冒著生命危險 回來台北 好 我想今天真的很開心 回到屬林的家 真的剛剛在敬拜的時候 就在那邊哭啊 為什麼會哭呢 第一個就覺得很感動啊 在敬拜裡面 已經很久沒有這樣享受 神的同在 然後第二個呢 我就覺得看到大家 這樣子的服侍上帝 心中就很感動 然後也看到每一個人 熟悉的面孔 就覺得很開心 真的看到家人的感覺 看到家人的感覺 好不好 跟你旁邊的人說 因為我的時間很短 跟你旁邊的人講說 你要專心的聽到 好不好 告訴你旁邊的人 好 好 我今天要來分享敬拜跟讚美 我想這樣子的一個分享 是我非常熟悉 但是我還是很緊張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我要把 我過去所學到的 要把它濃縮成為一篇 講到一個裝備課的內容 那所以內容就是有點多 但是我會盡量的簡略 那所以要請大家要 很快的跟上我 好 所以我們就來看一下 所以我們就講到說 讚美跟敬拜有一個互動關係 它是有一個互動關係 有時候呢 它是從讚美進入敬拜 有時候呢 是從敬拜回到讚美 回到讚美 好 所以我們常常會在 敬拜讚美的當中 我們會有一個交錯的一個態度 或者是一種心情 比如說我們感謝中 會有什麼 會有讚美 有時候我們讚美中 會有什麼 會有敬拜 會有敬拜 好 所以在這兩個之間呢 我們可以知道說 讚美跟敬拜 常常是合而為一的 常常是合而為一 有時候我們會從敬拜 從敬拜這樣進入 然後到讚美 然後再回到敬拜 所以這是我們自己在敬拜裡面 希望大家透過今天的裝備課 能夠再次更新我們 每一個人的敬拜 也更新我們每一個人 在神面前 私底下的個人的敬拜 所以我們一起來讀一段經文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在四篇二十七篇 好 我們一起來讀這段經文 好 預備 請 四面的仇敵 我要在他的帳幕寬藍獻祭 我要唱詩歌頌耶和華 好 再來 反以感謝獻上為祭的便是榮耀王 再下一段 願他們以感謝為祭獻給祂 歡呼述說祂的作為 好 我們可以看到說 我們從這幾處經文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說 有一個非常重要 重複的一個字 比如說是什麼字 祭 有沒有看到 第一段講到說歡然獻祭 歡然獻祭 其實在原來的意思是講到喜樂的歡呼 喜樂的歡呼讚美神 還有再來就講到說翻譯 感謝為祭 再來就是感謝為祭也是一樣 所以你會發現到說 從這段經文裡面 從這幾處經文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說 敬拜是什麼呢 敬拜讚美其實是一種獻祭 那特別我們從新約來看 對不起 他沒有反應 好 我們來看一下西伯萊書 是三章十五節 西伯萊書 對不起 好 對不起 我這是上下 幫我調一下 我們來翻到聖經 西伯萊書是我們非常熟悉的一段經文 西伯萊書是三章十五節 我們應當 如果你有沒有帶聖經 沒有 好 這個經文大家很熟悉 我來念給大家聽 我們應當以北清 我們應當靠著耶穌常常以什麼 宋戰為祭 然後呢 獻給神 獻給神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對不起 跑到上面去 好 對 對 我忘了放上去 好 我們應當靠著耶穌常常以宋戰為祭 好 歸給神 這就是承認主名知人嘴唇的果子 好 所以在新約裡面又更清楚的告訴我們說 我們應當靠著耶穌常常以宋戰為祭 獻給神 就是承認主名知人罪唇 好 罪唇 其實就是講到宋戰 好 宋戰來讚美神 所以我們今天早上 主日一來我們就是在做這一件事 對吧 我們就很開心的 很喜樂的讚美神 宣告我們一倍贖惠 宣告我們已經跟罪完全斷絕關係 所以在今天早上我們做了這一件事 所以你看喔 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說 凡以獻上為祭 或者是講到說歡然獻祭 或者提到說以感謝為祭 新約就更清楚告訴我們說 宋戰為祭 其實這個都是在講敬拜讚美 敬拜讚美在講到 敬拜讚美是一種獻祭 好 既然呢我們可以看到說 敬拜讚美既然是一種獻祭呢 祭就必須要怎麼樣呢 犧牲 好 因為祭其實就是犧牲 在原文裡面講到祭祭 他就是犧牲 就是犧牲 好 所以我們在敬拜的時候呢 其實是需要犧牲的 是需要付代價的 是需要付代價的 當我們情緒很低落的時候啊 或者是說我們環境很不順遂的時候 或者是我們遇到一些苦難的時候 這個時候呢 我們願意放棄我們裡面 可以難過的權利 甚至我們可以放棄我們裡面 悲傷的權利 好 悲傷的權利 這個就叫做犧牲 當你真的在 在遇到苦難的時候 你願意放下你裡面 很多負面的情緒 放棄你裡面 我其實可以選擇難過啊 我可以選擇悲傷啊 我可以繼續的悲傷 但是你願意放棄這些 好 這些的情緒 這些負面的情緒 來到神的面前敬拜的時候 一樣的在這裡 歡呼的讚美上帝 歡呼的讚美上帝 這個叫做犧牲的祭 弟兄姐妹 今天我們來到主的面前 其實我們要為主獻上犧牲的祭 我記得在我們教會裡面 我們烏龜禮拜上有一個姐妹 我真的很欣賞她 其實我覺得她在幾年前 信主的過程裡面 其實是非常的艱難 非常的艱難 她的婆婆常常會刁難她 常常會刁難她 她來教會 甚至她先生也會 人潮樂諷的對她說一些很不好的一些話 可是我發現這個姐妹 雖然她的環境很苦啊 可是每一次她在敬拜的時候 你會發現她敬拜的那個 那個態度 跟她那個敬拜的那種喜樂啊 常常在敬拜的時候 很喜樂的歡呼讚美神 很喜樂的歡呼讚美神 其實她是有權利悲傷的 她是有權利繼續難過的 可是她沒有選擇 她沒有抓住這些感受 她繼續的到神的面前的時候 她仍然在神的面前 極力的揚聲讚美 常常會激勵我們每一個 領敬拜的同工 我常常跟她說 你最好以後都坐在最前面第一排這樣 可以激勵我們同工 就是你即使很苦難 可是你一樣 可以在那裡揚聲讚美神 我覺得這個叫做犧牲的忌 所以弟兄姐妹 其實敬拜讚美這件事情 真的我們是要學習放下 要放下很多你的感受 你的情緒 甚至你今天主日一來的時候 可能被老公罵 被老婆唸了 情緒很不好 可是你不做 你來到神的面前敬拜的時候 沒有抓住這個感受 你仍然做一個放棄 我放棄這些感受 我單單的來到神的面前來敬拜神 這個叫做你獻上了一個犧牲的忌 好不好 告訴你旁邊的人 你要獻上犧牲的忌 來告訴你旁邊的人 弟兄姐妹 好 這是我們在敬拜裡面 第一個 我們要操練的 每一次來到神的面前 我們就要學習 向他揚聲歡呼 奮力的抓住神 奮力的抓住神 好 所以弟兄姐妹 我們真的要來放棄 一切我們憂傷的權利 放棄我們悲傷的權利 單單選擇來敬拜神 好不好 再對你旁邊的弟兄姐妹說 你要放棄你悲傷的權利 放棄你失望的權利 單單敬拜神 好不好 告訴你旁邊的弟兄姐妹 好 第二個我們就來看 好 我們就來看一下 好 第二個我們就來看讚美 好 這邊講到說讚美為祭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什麼叫做讚美 好 什麼叫做讚美 好 讚美可以說 簡單來講 它是不是一個外顯的一個行為 好 外顯的一個行為 稱頌神的作為和屬性 稱頌神的作為和屬性 好 那第一個我們就看到 在原文裡面他提到 什麼叫讚美呢 其實就是誇口 然後很癫狂的 在那裡讚美神 很癫狂的 很釋放 然後很誇張的 像神大發響聲的讚美神 所以在 格林多前書第一章說 誇口的當指著誰誇口 當指著神誇口 而且那個誇口是很癫狂 所以我們就想我們的敬拜 有沒有到一種地步是很癫狂 好 那第二個 原文裡面提到說 它是一個肢體語言 它有拍掌 有舉手 甚至有跳舞 甚至有跳舞 就像大衛一樣 他放下他的身份 君王的身份 放下他君王的身份 然後呢 就在那裡極力地跳舞 神經常講說 他奮力的奮不顧身的 在那裡讚美神 這個樣的一個動作呢 是有承認 有感謝 有稱謝 有宣告神的一個屬性 好 宣告神的一個屬性 好 不單是這樣 也是在提到說 提到說也是一種樂器 意思就是說 讚美就是用各樣的樂器 好 宋讚神 在詩篇 最後一篇就提到說 我們要用各樣的樂器 來讚美神 那我覺得希臘文 有一句話講得非常好 他說 波弄群弦發出聲音 就波弄琴弦發出聲音 這個就叫做讚美 好 這個就叫做讚美 好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 從這三個層面來看 不管是 夸口的讚美神或肢體 好 口中的讚美神或肢體 好 或者是樂器 從這三點我們可以看出說 神經上的讚美 神經上的讚美 是表現於在哪裡 表現於在哪裡 外在的 表現於外在 它是外顯的 所以讚美最基本的意思就是 向神大發響聲 大發響聲 所以在詩篇就提到說 使人得聽什麼的聲音 什麼的聲音 讚美的聲音 使人得聽讚美的聲音 這個就叫做讚美 當你讚美神的時候 是別人看得到的 看得到你在那裡揚聲讚美 揚聲讚美 這個才叫做讚美 接著歌唱甚至呼喊 所以歡欄取水 其實這個就是在講到說 喜樂的歡呼 喜樂的呼喊 原文提到是 喜樂的一個呼喊 呼喊神 呼喊神的降臨 所以用樂器 用各樣的言語 或者是舞蹈 透過外顯的方式 表達我們對神的一個感恩 表達我們對神的感恩 表達我們對神的感恩 所以可見的讚美這件事情 不是一件文周周的事 不是文周周的事 而是很釋放樂情的讚美神 很釋放樂情的讚美神 就像種水的聲音 種水的聲音 我們再誇張的讚美 也沒有辦法形容神的偉大 因為神實在怎麼樣 太偉大了 那我記得我們的院長 他有一天在查讚美這個詞的時候 他就查到是肢體語言的時候 你知道嗎 我們那個萬院長 他是一個 門訓是一個非常傳統的神學院 那他也是 敬拜是很少拍手的 他說他就查到這一段經驟 有一次我們就在禱告會 就是我們學生的禱告會 你知道嗎 他就竟然就站起來 然後拍手 然後身體開始有擺動這樣子 我就跟事情傳到說 哇 院長真的有很大的突破 因為他發現到一個真理啊 敬拜讚美神是很癫狂 很誇口的 甚至身體的擺動都有 是讓人看得見的 所以弟兄姐妹 我們的敬拜到現在 有沒有突破到這一點 好不好告訴你旁邊的 你的讚美啊 你的讚美一定是要很誇張的 大發響聲好不好告訴他 好 第二個我們就來看一下 為什麼要讚美 為什麼要讚美 好 我覺得感謝主 今天美方也就帶了我們做一些 身體擺動 對嗎 有做了一個外顯的一個動作 外顯的一個動作 好 所以我們就來看一下 為什麼要讚美呢 聲音上講說 因他本為大 本為善 對不對 好 我們來看這一處經文 名其來讀 預備 請 天屬你 地也屬 世界和其中所充滿的 都為你所建立 南北為你所創造 他婆的黑門都應你的名 歡呼 你有大能的綁壁 你的手有力 你的右手也高舉 公義和公平是你寶座的根基 慈愛和誠實 好 所以你看 從這裡面我們可以看到說 這邊講到說 天屬你 地也屬你 這個在講到說 一切的創造都是來自於誰 來自於上帝 不但這樣 他是大有能力的 他的綁壁是有能力的 有能力的 他右手是有能力的 所以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說 讚美的原因不是因為神 喜歡聽我們讚美 不是喜歡聽我們講一些很慘媚的話 不是 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說 其實讚美是本 應該配 我們的神是配得讚美 只有一個原因是 他配得我們這樣讚美 因為他是創造宇宙望有的神 他是一個全能的神 他的公義 慈愛 憐憫 誠實 是有不改變的 所以我們禮當 我們的神禮當 當受讚美 當受讚美 所以不是因為神給了我們什麼 不是 而是他過去 曾經為我們做了很多救恩 成就了我們一切 改變了我們的生命 改變我們的生命 所以他是單單配得讚美的 弟兄姐妹 第二個我們就來看 讚美 為什麼我們要讚美呢 讚美其實就是一個什麼呢 信心的什麼 表現 讚美是一個信心的表現 什麼時候人最不知道要讚美神 什麼時候人最難讚美神 軟弱的時候呢 還有呢 苦難的時候有沒有 最難讚美神 最難讚美神 好我們來從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從大位的身上來學習 我們一起來讀這一段經文一百七 神啊 神啊 天天教父 最難讚美神 我要謝謝真心 求你 害愛愛愛你 發霍水之力 我一個想你 我心羨慕你 我在這時候中 曾經不知之泰安靈 好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不单是这样 在这个时候大卫在当时他的背景 其实他那时候是被他的儿子追杀的一个状态 追杀的一个状态 那时大卫非常的疲乏 潦倒 然后被人背叛 被自己的亲人背叛 无助 无力 失去了自己的王位 也失去了自己的国家 跟失去了他最爱的 就是他的儿子 所以你看我们可以看到说 大卫在一个很悲惨的一个状态 那我们就来看 我们可以看到说他是怎么样 有一个信心的一个行动 我们来看这一处经文 117 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 我的嘴唇要送在你 我还活的时候要这样 我要奉你的名举手 好 所以你看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 其实他是非常潦倒 被儿子背叛的一个状态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说 大卫他仍然说 因你的慈爱怎么样 比生命更好 我的嘴唇要怎么样 送在你 好 他仍然选择 然后他还说 我还活的时候要怎样 称送你 所以你会发现到 其实他那时候的情况 是很悲惨的 好 失去了王位 失去了地位 失去了自己的儿子 失去了亲戚 可是他仍然选择一件事情 就是用嘴唇来送赞神 用嘴唇来送赞神 所以弟兄姐妹 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我们要一起来学习 在越苦难的时候 来赞美神 所以赞美是一个信心的表现 所以怎么样看这个人 很有信心呢 就是从他赞美的生活里面来看 好 所以在我们UP里面 我自己也有一个学生 也是这样 我一个学生 他其实课业也很不顺利 不单课业也不顺利 然后他自己牧养的侍奉 也很不顺利 也很不顺利 很用心地牧养的人 但是却离开他 却离开他 所以他其实是非常的挫折 有一天我们就一起 两个人就一起的祷告 一起的唱诗祷告 好 在敬拜那个当中 我可以看到他那个 分力抓住神 那种分力抓住神 然后那种祷告 那种唱诗的那个声音 你知道只有我们两个人 但是我们两个人的声音 就很像一个小组在祷告一样 在那里赞美神 就好像一个小组 在那里唱诗赞美神 那么的大声 我在想说 会不会吵到事情传到 因为那时候我们是在 我们的家里 很大声地赞美神 我就觉得他是一个 有信心的人 隔一周呢 我在邀我另外的两个学生 一样来我家 我们就一起敬拜神 两位哦 那我们就一起一样 前面我比照方式 我的门徒训练就是前面都先敬拜 先一起敬拜赞美神 好 就一起敬拜赞美神 和这两个呢也是一样 遇到了工作上的一些困难 会遇到一些事情也是很困苦 可是在那个祷告 在那个唱诗歌 敬拜神的那个过程里面 你知道吗 那个祷告会好像是谁呢 好像是只有我一个人的祷告会 好 好像是只有我一个人的祷告会 我就可以感觉到说 我的同工真的是两个 两个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一个是他奋力地抓住神 他知道只有这条路 奋力地抓住神 好 他就得着力量 我就发现到当他这样做的时候 他在看到这个困难 看到这个事情 他不再是困难 他很勇敢地可以去面对 他那个痒 好 可以很勇敢地去跟他谈 好 所以弟兄姐妹 是的 真的 我们真的每一个人要在神的面前 真的要来操练 要更多的操练 其实在苦难的时候 我们要更有信心地来赞美神 好不好 告诉你旁边的人 你越有苦难的时候 更要来赞美神 好 所以我们相信苦难是主化妆的什么 祝福 化妆的祝福 好 所以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当你选择 好 在困苦中 仍然选择来敬拜 来赞美神的时候 就会带来极大的祝福 好 会带来极大的祝福 我们来看一下在诗篇 五十篇这一段经文 好 我们一起来读 预备 请 翻译 感谢献上为祭的 便是荣耀我 那岸正路而行的 必使他得我的救恩 好 再下一段 好 这是另外一个 就是 顺从我命令的人 我一定怎样 好 这是两处不同的翻译的经文 第一处就提到说 当你翻译感谢献上为祭的 便是荣耀我 然后当你按着这样而行的时候 这样赞美神 这样感谢神的时候 必使你会怎么样 得着谁 神的救恩 会得着神的救恩 那另外一个翻译讲得更好 我一定怎么样 拯救 好 当你顺服神的命令 赞美其实这件事情 是一个神的命令 要我们去经历到神的什么 经历到神的救恩 经历到神极大的救恩 经历到神极大的救恩 好 怎么样的救恩 我们来从 我们从大卫的身上来看一下 这一处经文 大家非常的熟悉 我们一起来读 预备 请 当你是圣洁的 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 我们的祖宗依靠你 他们倚靠你 便拯救他们 好 你看 从这一个两处经文里面 三四姐是提到这样 但是事实上呢 在这一段经文的一二节 他提到什么呢 我念给大家听 其实当时大卫的状况 并不是很好 他说 我的神啊 我的神 为什么怎么样 离弃我 为什么远离不救我 不听我哀恨的声音 神啊 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 我夜间呼求 避不住神 好 所以你会看到说 大卫在一个极其困苦的当中 好 极其困苦的当中 他选择了一件事情 就是 但你是圣洁的 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 宝座的意思是讲到神的居所 在原来的意思提到说 是住在其中 神要住在其中呢 神要住在我们的赞美的当中 弟兄姐妹 好不好 告诉你旁边的 当你赞美的时候 神就要住在你 我们的当中 来 你告诉你旁边的弟兄姐妹 神要住在我们的当中 所以你看哦 大卫 他真的是一个 不沉溺在自己的忧伤里面 不沉溺在自己的悲伤里面 也不自哀自怜 没有 他起来选择 但你是圣洁的 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 好不好 然后弟兄姐妹把这一段经文背起来 当我们悲伤 当我们困苦 当我们在疾病痛苦中 好 好不好 我们就来用这一段经文说 当然你是圣洁的 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 好不好 你对你旁边的人念这一段经文 好不好 对你旁边的人念这一段经文 曾经有一个姐妹 她的先生是一个非常负面的 她先生是很负面的 回到家常常就会讲很多 很抱怨的声音啊 或者是常常会有那种 有一种那个叫做什么 危机意识非常的强 她危机意识非常的强 所以她常常会 很多负面的声音 比如说老婆说 老公我们今天出去玩 她说不要了 等一下会被撞到 被撞车 老公我们去爬山 不要了 等一下我会从山上掉下来 会摔下来 然后不但这样 她老公每次回到家里 也是就会抱怨他们的老板 怎么样怎么样 有一天这个姐妹就想说 我该怎么办 我每天都要听我老公讲 很多这么负面的声音 我该怎么办呢 这个姐妹就很厉害 她就在他们家的周围 贴了很多赞美的经文 贴了很多赞美的经文 不但这样 她自己呢 老公回来一起 她自己要大量的 听诗歌赞美神 听诗歌赞美神 大量的在家里 不断的用那个经文宣告 一直不断的宣告 有一天呢 她就发现 她老公回来的时候 竟然没有抱怨 她竟然告诉她老婆说 其实我发现 我老板还蛮好的 她就发现到 她老公怎么已经有开始 发现到老板的好 她老板的优点 已经开始去看好她的老板 所以弟兄姐妹 真的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一起来学习 真的是赞美会带来力量 会带来得胜 会带来得胜 那这几年呢 我自己 我自己因为 就是这一年当中 我们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跟思青 传道 几乎每天都要出门 就是一出门就是开车 然后跑很多个学校 跑很多个学校 其实在那个当中是很喜乐 但是肉体怎么样呢 有时候还蛮疲累的 因为你每天要出去 不再像以前是一直坐在那里 现在一定都要出门一定要出 然后都要跑很多学校 跑很多学校 有一次呢 有一次我就 就是 就是我自己在北科的时候 因为我们三个时段嘛 所以我们一整天都要在那里 好 早上一个时段 然后中场就想说不要回来好了 就找一个地方 安静 等待 可是在那个当中 那一天 我刚好就非常的疲倦 然后头很晕 然后就只好就在咖啡厅那边 就趴着睡 然后诗星传道就在那边预备 好下一个小组的内容 所以以后你们看到我在咖啡厅 那个就是我们的办公室 那个就是我们的办公室 我就会趴在那里 然后有一次回来的时候在路上 结束完 一整天这样结束完 回来的时候 我突然间就觉得 主啊 我很需要被你激励 我很需要被你激励 我就请诗星哥说放那一首 我离开的时候梦领唱的那一首《使命》 他就唱说主耶稣走过的释迦路 在唱这首歌的时候 我就发现 我因为唱越悲伤啊 我说主啊 我为什么要走这个释迦的路 这么的困苦 然后这么的艰难 然后居无定所 然后我就带这一 我跟士奇传道就带我们这一群同工 这样跑来跑去的这样子 有时候有一种很悲伤的感觉 我在五谷不是很好吗 就已经有一个很好的教会 我为什么要离开呢 我当时有一些好像负面的声音 油然而生 我越唱这一首歌的时候 越想哭这样 回到家的时候我就改变一个 我就放YouTube 我就开始放赞美的诗歌 我就在那里赞美神 喜乐的赞美神的时候 你知道我跟着在那里 我就常常会用 我常常跟我们同工讲说 我们现在自己的敬拜时间变少 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家里抓住 敬拜赞美的时间 所以我们就会 建议他们一定要在家里在YouTube 跟着人家敬拜 或者听诗歌敬拜神都可以 所以那天我就在那里敬拜神的时候 本来我是很悲哀 主耶稣走过的释迦路 我就想要梦里唱这首歌 可是我觉得到我改变的时候你知道吗 我就在唱那一首赞美的诗歌的时候 你知道吗 我里面就很有力量 然后里面喜乐的泉源 就好像从天而下 从天而下 然后里面就很有力量 第二天一样照样出门 照样出门的时候 里面一样就很有喜乐 然后很有力量 所以听众姐妹 真的赞美会带来 从天而来的能力 从天而来的力量 好不好 告诉你旁边的人 你在苦难的时候 要选择赞美神 好不好 告诉你旁边的人 好 我们要如何赞美神呢 我们要如何赞美神 好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 圣经上就有提到说 我们要用肢体 在你们的 你们经文就回去看 好 如何赞美神 我们要用肢体 然后呢 我们要用我们的嘴唇 用乐器 好 前面的圆文我已经提到 你看 用肢体 你可以拍掌 好 跳舞 好 举手 好 甚至站立 好 那这些都是 好 有很多弟兄姐妹 可能你很不习惯 甚至 你看在座的弟兄姐妹拍掌 你可能觉得很怪 好不好 弟兄姐妹 你去突破 你的现况 当我们看到神的伟大的时候 你会很自然想高举什么 高举你的双手 来 来把神高举 高举起来 好 很自然的会想要高举他 好 会把荣耀送赞归给神 好 所以这是讲到肢体 我们要用我们的嘴唇 要常常宣告 好 要常常呼喊 好 欢呼的来赞美神 好 不但是这样 我们用乐器 好 我们用音乐器 喜乐的来赞美神 用鼓 好 用靶 用销 好 用吉他 我们常常在家里面 我们可以用吉他 用钢琴 好 甚至吹号啊 远君有没有在家里 好 当安理念他的时候 他有没有用号来赞美神 好 吹号 好 来赞美上帝 来赞美上帝 好 用各样的方式来赞美神 所以 在圣经里面 所以你会发现 可能我们在座 有一些新的弟兄姐妹 你会发现 在座的基督徒 为什么会举手 然后为什么会拍掌 好 拍掌的时候 我都跟不上节奏 怎么办 没有关系 好 你只要喜乐的赞美神 而且发出内心的一种颂赞 感恩 来拍手给神的时候 神一样接纳 神一样接纳 好 不但是这样用自己 我们要畅识赞美神 在主日的时候 在小祖的时候 我们可以喜乐大声的赞美神 好 也可以把感恩事项记下来 好 神经上讲说 我们要一天 几次赞美神 七次 好 事实上他讲到的是 无限次 是无限次 所以我们每天都要七次赞美神 好不好 告诉你旁边 你一天要七次赞美神 好 好 我们就来看一下呢 好 我们就很快来看一下 敬拜赞美之间的关联是什么 他们关系在哪里 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 我们一起来读一遍 我们一起来读一遍 赞美神的开始是称赞神的能力 好 所以这个讲到敬拜 好 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 一遍 请 赞美请向情绪发动 而敬拜是一种敬虔的一个行动 是一种态度 好 是一种态度 好 第四一遍 请 赞美的人说 我觉得 敬拜的人说 什么 我爱 好 请问讲到说 我觉得神是怎么样 神多伟大 那敬拜是讲到说 我爱你 我单单的爱你 好 我单单的爱你 好 下一段 这个我就不讲了 好 我们就来看一下 好 这个就是他们之间是非常有关系的 非常有关系 好 有时我们在赞美神的时候 我们心中就要有一个敬拜的一个态度 好 恭敬的一个态度 好 那我们就来看 那赞美为继 好 我们就首先来看 什么是敬拜呢 好 什么是敬拜 前面讲到赞美 好 赞美是外贤的 有时候是一种 很群续的一个激动 好 一种激昂起来 可是敬拜呢 我们就来看 好 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 什么叫敬拜呢 好 敬拜是一种态度 好 第一个 我们一起来念 好 第一个是什么 屈身 然后还有呢 跪下 好 屈身跪下 这个在表示 是我们心中对神的一种什么 敬畏 还有一个谦卑的态度 好 第二个呢 在讲到说 亲吻 好 我们知道说 在路加福音第七章 一个有罪的女人 好 她亲吻耶稣的脚 好 打破香膏 好 连连亲耶稣的脚 所以这个是在讲到什么 你这样的一个举动 是一个谦卑 然后是愿意与神 成为什么 密友 好 成为一个亲密 你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 好 不单是这样 好 在原文里面提到说 敬拜其实就是一个侍奉 好 是一个侍奉 不能对主人的一个侍奉 是带着一种畏惧 好 好 带着一种畏惧 好 恭敬的 来服侍 他的主人 来服侍 我们的主人 好 所以你看 我们可以看到说 说从这里 其实敬拜 其实就是一个侍奉 好 敬拜就是一个侍奉 好 所以我们在敬拜神的时候 其实我们里面要带着一种 畏惧 畏惧的心 但是这里的讲到的畏惧 不是那个害怕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有三种基督徒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好 来 有一种基督徒 有一种基督徒 就是只知道神的什么 公义 就越来越怕神 好 不能够体会神的爱 好 第二种人呢 只知道神的什么 慈爱 好 所以就很像一个 被父母溺爱的孩子 就对神越来越亲夫 好 那第三种呢 我们来看 我们要成为 第三 其实 这样子的一个 侍奉的一个态度 应该是像第三种 来我们一起来念一本 请 不单知道神的公义 另一方面 也知道神的什么 慈爱 好 知道他是慈爱 有怜悯有慈爱 不轻易发怒的神 好 所以我们从这几方面 我们可以认识到敬拜 不但是外表的一个动作 好 敬拜也是从内心里面 发出来的一个 对神的一种敬畏 好 一种谦卑 一种爱慕 好 单单的顺服神 单单的把荣耀归给神 好 所以我们就来看 我们要如何来敬拜神呢 好 我们要从我们的 内心的态度 首先 在敬拜的里面 我们要有回到 内在的里面 回到内在的里面 回到内在的态度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预备 请 如今就是了 那真正拜父的 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 神是个灵 所以拜他的 好 这段经文 我已经在这里分享过很多遍 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 神在呼吁我们一件事情 回到内在 内心里面的一个态度 就是用心灵和什么 诚实 来敬拜神 好 来敬拜神 好 所以讲到说 进入心灵的敬拜 好 那个就是讲到说 我们要跟神有一个同样性质的灵 那讲到说 我们 起初 神创造我们的时候 神把什么放在我们的里面 灵 好 所以我们就成为什么 有灵的活了 我们就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了 这个灵的功能呢 是要让我们以神怎么样 有相交 好 有相交的资格 好 所以我们敬拜神 不单单只是用头脑 用理性 我们要回到心灵的层面 好 这个是神要我们来到他的面前 我们是用心灵的层面 来到用心灵 敞开你的心灵 到主的面前来敬拜神 好 再讲到呢 不但是用心灵 要用什么 诚实 诚实约文里面讲到什么 他真的意思是什么 真理 有没有 真理 这个呢 其实在讲到说 敬拜不但是讲到 真诚 真实 还有一个真理 这三方面 是从这三方面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是要带着一个真实 带着自己原来的本相 到神的面前 然后没有任何的虚假 没有任何的帕子 好像挡住你 无法来敬拜神 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应该要敞开我们的心 而且诚实的到神的面前 然后按着神的真理 按着圣经的教导 来敬拜他 用口 拍手 甚至举手 跳舞 来赞美神 这个就叫做 真实 真理的敬拜 我们按照圣经里面 举手 跳舞 用各样的方式 拍手 这个就按照真理里面 来敬拜神 是回到诚实里面 来敬拜神 所以 那个 属灵 操练礼战的一个作者 他就提到说 神要求的敬拜 是全人的敬拜 神要求的是 全人的敬拜 因此 神喜悦的敬拜是 什么呢 生智的情感 又合乎什么 又合乎真理 也就是说 我们的敬拜是 心跟什么并用 心跟脑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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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来到主的面前 真的你要敞开你的心灵 让神这个时刻 你不要封闭你的心灵 所以很多弟兄姐妹 不敢靠近神来敬拜神 其实这个时候 你真的要来到 神的面前 所以我们就 从刚刚那一段经文里面 这个撒玛利亚妇人 我就要选择一件事情 就是来到主的面前 就是当耶稣跟他讲 怎么样敬拜神 他就开始用心灵 用诚实来敬拜赞美神 所以过去法利赛人 包括撒玛利亚人 撒玛利亚人也是 很重那个龟条 各样的一世一文敬拜 可是今天神要我们 回到心灵的层面 来敬拜祂 敞开你的心 用你的神 给你那个属灵的生命 那个灵命 来敬拜神 你才有办法跟神有相交 好不好 告诉你旁边的弟兄姐妹 你要回到心灵 跟诚实来敬拜神 好 最后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们就来看 在敬拜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说 有外在的一个表现 也有一个外在的表现 我们一起来读 这一段经文170 那24位长老就俯伏在坐前 敬拜那 活到永永远远 又把他们的灌命放在 好 第二处预备来 来呀 我们要屈身敬拜 在照我们的耶华面前跪下 好 所以你看 在敬拜神的时候 其实是 我们是有一个外显的一个动作 有时我们会屈虚 甚至会很想要跪拜 你曾经有没有过敬拜神到一种地步是 很想要跪下来 你有过这样的经验吗 弟兄姐妹 有的举手 有过 你有没有发现到 所以你会很自然的 俯伏的敬拜神 因为感受到神的爱 实在是神太爱我了 感受到神的伟大 感受到神的荣耀 到一种地步我们站立不住 然后我们俯伏的跪拜 所以敬拜 当你的内心里面发出一个 心灵诚实的敬拜的时候 有时候会带出一个动作 祝福 跪拜 甚至站立或举手 我记得以前 辅助牧师他常常敬拜到一半 就会说 弟兄姐妹 好不好 我们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一起跪在神的面前 我们现在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子 跪在上帝的面前了 祷告会会 我们就在祷告会 主日不方便 主日我们这个位置不方便 我们以前更不方便 我们那是长条椅子 更不方便 可是他常常带我们操练 刚开始我会觉得蛮奇怪的 蛮突兀的 可是我觉得当他几次这样带我们的时候 我就发现到 其实真的 有时候我们在敬拜神到一种地步 会很想要跪一下 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在敬拜的时候 你很想跪你就跪吧 很自由的来敬拜神 只要不要妨碍你左右边的弟兄姐妹 不要妨碍左右边的弟兄姐妹 好不好 告诉你旁边的人 如果你在敬拜很想跪就跪吧 你告诉你旁边的弟兄姐妹 因为其实也没有人会看到你跪下来 对不对 没有人会看到你跪下 甚至举手 好 最后一个我们就来看一下 敬拜是一个生活 我们要从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提到说 其实崇拜是一个生活 你看到这个妇人 当他遇见耶稣之后 当他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的时候 那妇人就留下什么 水罐子 然后往城里去 然后对他的 对他的主人说 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什么 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告 都给我说出来了 目非这就是什么 基督 众人就出城 然后往耶稣那里去 往耶稣那里去 所以你会发现到 这个是一个敬拜的一个态度 他在 不但是他在生活里 不但是在教会里面 他有一个活出敬拜的态度 回到家里面一样 他要顺服神 他在敬拜的时候 神告诉他什么事 他就照着去做 照着去做 撒玛利亚夫人就传福音给他的 给他的主人 给他的主人 所以弟兄姐妹 敬拜不是只是在这里 我觉得我们的敬拜是要带到我们的生活里面 活出那个敬拜的态度 活出敬拜的态度 怎么样活出呢 当神在敬拜的里面提醒你 或在家里 神有提醒你什么 你该存着一个回应的态度 去回应神的提醒 去回应神的光照 这个叫做敬拜生活化 好不好 告诉你旁边的弟兄姐妹 你不要只单单在教会敬拜 也要带到你的生活里面敬拜 来告诉你旁边的弟兄姐妹 虽然我们的时间真的很有限 但是弟兄姐妹 我们真的一起来操练 怎么样来敬拜我们的神 最后一首 活着我也要敬拜神 我们要一起来操练 来敬拜神 当我在受敬拜赞美受训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功课 就叫做敬拜生活化 在那个当中 我每天就是用敬拜的态度 来回应神 用敬拜的态度来做每一件事情 我记得我曾经有跟大家讲过说 我以前跟我的老板 就是我在裙子之前 我最后的一份工作 就是我跟我的老板 他会有一些的冲突 可是你知道 当我操练敬拜赞美的这个功课 把敬拜带到生活里面的时候 你知道吗 我每天是恭敬的心 敬畏的心 来面对我的工作 甚至面对我的上师 然后我就发现 我再也不跟我的上师有冲突 我觉得神很大的生命转变在我 我的生命有很大的一个转变 好生命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更新 就是我把敬拜带到我的生活里面 在生活里面去感受到神的光照 神的引导 神的提醒 我就把它活出来 听众姐妹 这个叫做敬拜生活化 这是我们在操练敬拜里面 非常的重要 不是只是唱唱诗歌 今天早上美方在带我们这首歌的 早上那个宝雪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到神有什么样的提醒 甚至新军传道在带我们祷告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到神有什么样的光照 当有这样的光照的时候 我们应该回去之后 就像这个撒玛利亚夫人 去把那个神的光照 神的提醒把它行出来 这个叫做敬拜生活化 弟兄姐妹 好吧 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好吧 我跟谁说 主啊 求你帮助我 让我的敬拜 不要停留在仪式的里面 可是我来到你的面前 我用心灵跟诚实 我敞开我的心灵来敬拜你 好吧 我们一起开身来祷告 我求主真的来更新我们的敬拜 我们一起开身来祷告 亲爱的觉书 我们要赞美你 赞美你 主啊 主啊 是的主 我们要赞美主 赞美主 赞美你 主啊 是的主 我愿意在这一早上 主啊 真的你引导我们在你的面前 主啊 真的回到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你 亲爱的觉书 我还叫来到你的面前 主啊 恳求你再次引导我 恳求你再次用你的大能 主啊 真的在我的里面 更新我 改变我 哦 亲爱的觉书 还叫赞美你 哈利路亚 是 哦 主 好吧 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 好吧 我们有一点 神的操练 真的让自己再次回到心灵跟诚实来敬拜神 拿着我们也脸上各样的帕子 淡淡的来到主的面前敞开我们的心 来敬拜神 按着祂的真理来敬拜神 哈利路亚 是的 哈利路亚 是的 好吧 我们一起站立起来唱这首歌 开我的眼睛 开我的眼睛 让我看见你 让我看见你 你容美将显示我心 开我的耳朵 让我看见你 每句话都让我更爱你 每句话都让我更爱你 我这为要尽快你 我这为要全心来爱你 复复在祢荣耀中 祢的荣美 无人能及 我这位要敬拜 我这位要敬拜祢 我这位要全心来爱祢 永远住在祢眼中 喜在尽在 勇在地处 我爱祢 用你的心灵来散开我的眼睛 散开你的心 散开你那过去封闭已久的心 散开我的耳朵 让我听见祢 每句话都让我等待祢 我这位要敬拜祢 我这位要全心来爱祢 复复在祢荣耀中 你的荣美 无人能及 我这位要 我这位要敬拜祢 我这位要全心来爱祢 永远住在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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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容眉 无人愿意 我只为要欺负你 我只为要欺负你 欺负你 欺负你 我只为要欺负你 欺负你 永远处在你眼中 喜在今宅 永远处在你眼中 欺负你 我爱你 欺负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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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美金牌就是对谁说我爱你 更深爱上你 爱上一滴妹 去也不停歌唱 Hallelujah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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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也不停歌唱 Hallelujah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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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今天我们节目我们开神祷告 跟神说主啊 这一刻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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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